你好 我們在這個什麼位置呢? 什麼地方呢? 這個地方以前是學校的校長宿舍 我們可以看到現在的一些展示範圍 和姨姨、姨姨、姨姨 同時,有员也能 Marvin в忠告 可以 然後 會 不是 事 但是, 在台灣 我們有 有 就是 他們 跟伯格拉罕和伯格拉罕 同时,跟伯格拉罕 所以你能赚得到的 Hello, Bill Tai 大家好 今天我就是有 真的是太好了 因为今天就刚好 有遇到我们的 很厉害,好棒的 主任,曾相生 大家好 也可以叫曾老师吗? 对,也可以 那老师可以介绍一下 大家好,我是文化国小的 葡萄主任 我姓曾,叫做曾世伟 主任,因为我很好奇 我也是这边的学生 然后是第一次 有试试探这边的课程 然后刚好 This year,今年 也有跟大家一起拍 在后面看到,你看 都是拍的东西 都是学生们做的东西 今年的课程其实非常多 从静态的动态的其实都有 那我们有所谓的金属线编织 然后有手工罩 然后以及我们像有一些的剪指 就是所谓的 巧手传译的课程 对,那也有一些花衣课程 那甚至呢 有一些更静态的 像书法 以及钻科的课程内容 那像在动态的部分 我们也有所谓的律动课 然后有有氧舞蹈的课程 那甚至还有我们的鸡骨 对,真的很漂亮 真的 好棒 那还有一些烘焙的课程 烘焙的课程 例如说像面包的制作 然后也有所谓的越南美食 一些新住民课程的一些料理都有 所以其实课程内容是非常多元的 那让我想到 为什么你们有做这个课程 其实现在就是教育部 从99年开始 他就推动所谓的社区教育 那我们现在所在的这个环境 其实是我们以前学校的校长宿舍 那但是现在校长 其实都没有坐在这个地方 所以这个空间变成显示不用 那有点可惜 所以呢我们就跟教育部 申请一个所谓社区多功能中心 哇 在这个地方开课程 让社区的民众家长 可以一起来共同学习 所以多久时间了 今年是第八年 第八年 哇 恭喜哦 八年很久时间了 那让我想到 八年内你们怎么找到老师呢 其实老师的部分 第一个因为我们本身就是在教育界 所以其实我们有一些课程 是学生有的 然后我们也去让家长这边来做学习 那有一些的老师师资来源是 家长介绍的 对 那也有我们的志工 本身就是有一些特殊的专长 那我们请他来这边做开课 其实我们付了一点点的钱 然后都是学校辅助给我们 对 谢谢主任 为什么呢 这个费用其实就是教育局 教育部他们在推动 就是说 其实非常多的学习 我们其实一直在推动 所谓的终身学习 人家说活到老学到老 但是其实很多的 尤其是我们的家庭主妇 他当时生小孩完之后 其实他都为了照顾小孩子 但是当小孩进到国小里面说 他发现其实他的时间变多了 但是他不知道该从哪个地方去踏出来 所以我们就希望可以有这样子的一个环境 然后让这些家长们 可以有重新学习的一个环境 你刚刚讲到重点了 主任 就是很多妈妈们 像我 我是家庭主妇 然后我也觉得应该要学习的东西 那这个会帮助到 你怎么鼓励他们来上课呢 其实这个部分就是说 我们其实都是口耳相传 然后一个要一个 所以我都会希望我们的一些志工朋友 我家长 然后可以帮我们多鼓励一些人 邀请一些人来参加 因为觉得这个资源就是要让更多人一起来享受 如果他们想知道课程呢 有什么方法知道呢 课程的部分 我们一学一年会开两次 但是一次都在九月底 九月底 然后一次会在三月中 and March 那他们哪里走得到 因为他们可能没有在文豪国上 那还有没有其他方法可以知道 有开幕啦 有课程啊 有网路吗 可以到文化国小的网站 我们都会把相关的信息放在上面 如果他们不是煮灯水 怎么办 这部分就是他们可以集中一些课程 例如说 例如说我们可能有些半天是两堂课的 他可以一次来就上完两堂课再离开 这样才不会因为路途上太遥远过于往返 这样子 过了那个课程一定要拍东西 为什么 这个学习成果展 第一个就是让学员去展现他们在这个学习历程当中一个成果 对 那其实跟大家的分享 第二个就是说让其他民众来参观之后 才知道原来有这么好的课程 那他们其实也会引起他们下次参加的一个医院 像我们今天这一次这个所谓的花卉课程 其实它是第一次开课 那有的不知道他在上什么 但是他今天来参观之后 哇 他们就已经在议约要报名 所以下次的开课他们也想要来参加这样的课程 哇真的好棒的课程喔 所以欢迎大家一起来上课 对不对 欢迎你们 谢谢你们 谢谢 拜拜 明年见 明年见 你一定是在那里面看的 在这些课程中 希望了解更多的这样的课程 希望有更多的课程 在大家的课程中 是在这些课程中 因为这些课程中 如果您想知道更多 的这些课程中 您可以购物 您可以在这些课程中 您可以购物 您或比达病师 您可以购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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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您可以做 所以,如果你想要学习更多, 你能学习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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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你能学习更多的日子 如果你能学习更多, 你能学习更多, 你能学习更多, 这是 Jen again, 从 HelloFieldTide, 别忘了订阅我的频道,